今天是10月16号 正好是一周年 那么今天的 哦对了早上你们有收到那个爆炸性的新闻吗 就是赵丽颖跟粉少粉的结婚者 然后我早上看到的视频 卧槽什么情况 大家都反而是不是跟我一样 然后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都炸开了 好了言归正传 今天那个视频就是一个秋冬帽子的试戴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收集帽子的人 也不是特别喜欢收集帽子 就是爱好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帽子是一方面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佩戴 还有个就是在自己的家附近就是不起头的时候 帽子是非常必备的个单品 那么我就话不多说 下面就开始开始试戴 先从 这从哪个呢 先从 啊渔夫吧 渔夫帽 这个 这个帽子是我带了最久的一款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帽子就是非常就是能遮住眼睛 然后平时就是没化妆干嘛的就可以带这个帽子 第一个帽子就可以低头大家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脸 我还蛮喜欢的这个帽子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今年韩国最近还蛮潮的也没有蛮潮的就还蛮出的最近出的一款帽子 帽子有点奇怪我稍微戴好 这个上次我去那个韩国的时候我觉得超实用 因为风很大嘛 然后这个又可以挡风这样子 就是你如果说风很大然后这个可以折下来这样子 然后这样如果说想显脸出来就可以把这个折下 这个帽子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它材质就是是布的嘛 然后戴才会有一种日系风 然后穿那种稍微素一点的衣服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嗯 还有看到这个帽子我想得的基地 我觉得前世容应该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帽子 它这个是有点我带了一个 哎呀喂 等一下这个帽子我应该 这个帽子一定要脸少的人才戴好看 这个背离帽是一个颜色 但这个就是还蛮厚的然后很厚实 它这个应该是海马毛吧 然后颜色又很亮 下一位 这种爆纹豆我就不多介绍了也不带了 嗯 这种发爆帽 今天那个Dior吗还是他们就会有这种款还蛮多的 还有Findy Findy也是 这种帽子我是戴不是很好戴的出来 因为我的脸型可能戴背脸嘛 然后半球帽 渔夫帽还ok 我一般这种帽子入手很少 我再戴帽子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有人会喜欢 下面就是半球帽 我觉得半球帽是最修饰你的那个显年小的一块帽子 嗯 而且半球帽是最不挑脸型的一块帽子我觉得 但是必须要配那种休闲点的可以戴 但是必须要配那种休闲点的可以戴 还有 啊 这个是我在Illand里面买的一款隔纹的 然后 今年这种隔纹的真的蛮热的在那边 就是 特别是这种比较素雅的隔纹 不像以往的那种红格子啊绿格子 这种格子今年真的 还蛮好看的 然后就入了一款这种帽子 还有 嗯 还入了这两个 咦 看得见吗 它这个帽子是这里有那个字母的 然后 我买了两个嘛 我想送一个给你们 我给你们戴起来看一下 我想录个黑色 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贝雷帽 稍微就是带一点点字母的啊 这样子就是 呃不是不是 搭配稍微个性一点的衣服 你们最好就是带这种贝雷帽 稍微带一点字母的 就会更加的好看 我觉得 我好像没戴好 我好像没戴好 今天带的所有帽子大家不要再有的衣服 因为我不可能换一件衣服 就是 换一个帽子 然后换一套衣服 所以大家只是说 看一下这个帽子戴起来的那个心 这个也是个贝雷帽 但是这个贝雷帽的话 我突然要这样子戴 然后往后压一点点 然后就是这样罩着一圈 对 这样就写的头型特别的圆 像那个宗教的一个神 一时想不猜 算了 过 还买两个这个颜色 一起给大家再猜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会显得亮一点 那个黑色跟头发 因为我的头发是黑色嘛 我的头发是棕色 不对我的头发 说不出的颜色 就比较暗 这个颜色好像会亮一点 嗯 哦 这个鱼肤帽 这个鱼肤帽超厚实的 嗯 我之前以前跟你们说过 就是说 我出去玩度假干嘛的 嗯 像冬季这种啊 反正今年是 我都没有什么去度假过干嘛的 我是很喜欢就是 戴一个鱼肤帽 是不是有点曝光 再按一点 它这个帽子是可以 折就是 随意凹造型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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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脸帽是 两个颜色拼的 然后 我蛮喜欢的就 拿了一个过来 但是我还没带 我不知道带起来好不好看 这个的话应该这样子带好看的 就是两个颜色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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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海我没有弄好 你们就随意点 随便看看好吗 这个也是那个半球的 我拿好多半球 半球帽的话反而都是这样 其实它的字母会不一样 这个我没带是带 那我给大家也带一下吧 前面不是带的黑色吗 然后这个颜色没带 我是真的好喜欢这种贝类帽 特别是秋季 秋季其实 秋季其实是一个最能体现 你穿搭功力的一个季节 然后当时我觉得帽子 是你的一个点金之笔 所以大家就是说 帽子可以稍微就是偶尔多日子的 在你的那个穿搭上还是有 有工 有画楼点金之处 哎呀 这个带起来好像那个 睡掉衣形状里的 像这种帽子 如果你的额头高的时候 竟然就是用眼睛去 像我的话就是 额头会比较高嘛 然后这样显得脸很大 然后你就可以去用一个眼镜去搭一下 这样整体的话就会 不会凸显在你的额头这一块 就特别的空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把这款颜色我也 超级 我基本录的都是贝雷帽 我看你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你们这一年也就是关注我 然后发私信鼓励我 然后这一期视频可能不是什么特别的礼物 但是都是我非常精心去挑选是我很喜欢的款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会在微博处选酒狂帽子送给九个人 至于怎么冲选的话你们可以在这一期视频里面详细看一下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多发弹幕然后告诉我 拜拜